那么昨天有几个朋友问到了贾平花的女儿贾浅浅的事情啊 有人让我评价一下她的这个诗歌 有人的话呢 问我说 对于她进座席这个事情 即将要进座席这个事情 你怎么看啊 对于贾浅浅这个诗呢 很多人表示说 看了就觉得黄啊 粗俗啊 不是啊 这个呢 我实时求是讲 我看着倒也还好 没什么其他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经常聚会的那些个兄弟群啊 微信群啊 就是大学开始玩起来的那帮人啊 时不时的咱就实时求是讲 有的时候就会在那里发一些婚段子嘛 而且写的有的呢 还还极其的隐晦跟巧妙呢 那这东西一发的话 瞬间群里面就来劲了 几个大老爷们儿 原本不怎么说话的人呢 也炸出来开始聊天了 所以说这个呢 反正我也不想回避 咱们就是有俗气的一面 所以我们见识过这种微信私密群文化的人的话 那你说我们再看夹浅浅的那些绿带颜色的 隐晦短诗的话 什么黄瓜不仅仅是吃的 寂寞的时候 黄瓜无疑是全天下最好的 你就这种东西的话 反正我们一看就 真实想法就两个嘛 一看就 呦这女的还真敢写 是吧 第二个呢 但就这个 这个我们微信群 私密好友群里面 隔三差五的 就会出现这种句子的 那我当然就这么两个想法嘛 那么这个时候 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来了 那毕竟你这个呢 是正儿八经的 要出版的诗集啊 是书啊 是著作啊 你就拿这么一个微信群 颜色笑话的这个水准 你来搞这么一个文学作品的话 那这个显然是不够格的 这个是不能服众的嘛 对不对 现在很多人对贾浅浅的这个作品 有意义的话 表面上的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 当然深层次的这个原因的话呢 有的人很自然的会 这个想到这个裙带关系嘛 那毕竟贾浅浅是 目前国内至少前五的大作家 那既然说贾浅浅是 贾浅浅的女儿的话 自然就 很多人会觉得 肯定受到父亲照顾了 你看看 现在弄到现在这个情况的话 里面肯定有猫腻 你一想到这一层的话 很多老百姓这个气就不大一出来嘛 那这个事情虽然说没有定论 只是民间的猜测 当然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这个规律的话 这是不可避免的 老百姓心目当中 基于你这对关系的话呢 就会有这样的裁则嘛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问我说 贾浅浅有没有资格进做协呢 那作为我来讲的 肯定没资格的 那我的理由 跟那个扑朔迷离的这个群态关心到 这个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 我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做协它就是什么呢 它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要社会力量啊 它是有繁荣文学事业的 这么一个责任跟使命的啊 那你就贾浅浅 目前的这个成绩啊 恕我直言 你别说去繁荣什么文学事业了 它这个作品能不能够画到文学范畴里面 我们都需要讨论讨论的 那怎么进作协嘛 对不对 除非贾浅浅有诗集之外的 真正优秀的这个作品傍生 或者说呢 有突出的这个文学贡献 要不然光凭它那些诗歌方面 交出来的这个打卷 交出来的这个作品的话 反正我是打破脑袋 都想不通 说它这样能进作协的 对不对 要它这样能进的话 那个作协进入的这个门槛 那也太低了吧 这就是我的一个粗浅的看法 不知道大家怎么样评价 贾浅浅的这个诗歌 以及你们认为 它有没有资格进作协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协论 我是大白 下期百花天下 再聊